我覺得你算是蠻機靈的 投機取巧 我們回到那個第一題 我們熟不熟 不熟 我覺得問題有點多餘啦 回來坐著 又是一個大型團齊現場 歐總來到迷人說生活 聊起六人的日常相處 被問到是否考慮同居 反應卻是打不通 我想啦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為什麼家 有獨立空間的話 你說要總共六個房間 可以一起一個困 你說一城一戶那種嗎 然後一瓶大概180萬 要多用錢 我想 我想Sony音樂應該真的是可以準備 因為剛看你們在那個休息室的時候 感覺也倒還是有繼續聊天 就是還沒有到厭惡 無話可說 沒有開玩笑 你是說哪方面不熟悉 沒有 應該現在都很熟悉了吧 但會聊天其實我們就是聊 就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 因為其實工作就是自己聊到一種 默契 就不需要再繼續聊這些 但你們有聊過對於 就是你們各自對於對方的第一印象嗎 他們兩個故事比較 怎麼樣 就是我們那時候有出到記者會 然後我們後來有去 回到公司 回公司他說 誒哲堯其實老師跟你講 要不是有記者會我其實不認識 所以只有你們兩位比較陌生 其他的都 那個時候 那其他人第一次見到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四個是同一間學校 我一開始遇到他們兩個 換君跟吉祥說 我以為他們很安靜 結果 但一個是講話超大聲 然後一個是話很多 大聲 我大一是同班同學 我跟家晨 第一項就是 忘記了 太糗了 不然這件事出道20年了 第一印象就是他很會彈吉他 就是吉他都背在身上 在學校 所以不是被外型吸引 也有啊 我對家晨的第一印象是 他很憨厚 就是 很笨笨呆呆的感覺 就是剛進來跟我們培訓的時候 然後他的那個 外型就是一個 他那時候還沒有那麼瘦 比較胖 比較圓一點 圓潤一點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又黑黑的 然後戴牙套 講光喊乳蛋 他講話說 招 招呼是招呼 因為我們做了很多次的訪問 我覺得你算是 蠻機靈的 投機取巧 不 不 不 我們回到那個第一題 我們熟不熟 不熟 所以你是他們的心靈導師 也可以這樣講 就是我很願意聽大家的一些 那你會給建議嗎 他會總結 我很愛總結事情 好 那來個情境俱將 沒比今天 他們想吃很多東西 但是都沒有我想吃的 我就說 OK OK 還是我們吃雞肉飯 但我只是建議啦 我大家也不見得要吃這個 那 結尾會是什麼 雞肉飯 他就是想要這樣子 透過這個 我只是給個建議 我只是給個建議 但其實就是他想要答案 發現他這樣很樂天啊 這樣 來裝法的時候 就是遲到嘛 他就可以很開心的 就是 跟大家這樣 哈哈哈哈 但你看大家都 看大家都原諒你 所以代表你真的性格很好 對啊 他做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但是因為他這樣的個性 雖然他變成在講很正經的事情 大家都覺得 沒有人會相信 有一次我們大家的鞋子 就是規定要穿白色 OK 我打開我 他拿到黑色 拿黑色 我跟經紀人說 欸 經紀人姐姐我拿到黑色 屁啦 你自己換著吧 哈哈哈哈 我臉超認真 沒有人相信 我臉超認真喔 然後我就當下我超難過 代表暗鬧了 那你看著團裡的一切這樣子 你都覺得每一個人的性格是互補的嗎 你自己覺得 欸 我覺得問題有點多餘啦 哈哈哈哈 歐猛 哈哈哈哈 回來坐著 欸 這是 新文頭條知道寫什麼了嗎 對 因為剛剛他說你是最心思最細膩 所以你應該是觀察每一個人最清楚的這樣 所以你覺得大家的個性算是互補的嗎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們六個人缺一不可 老實講 老實講 就是因為有時候我們 在有一些嚴肅的場合的時候 因為他的某一件事情 我們會覺得欸 很好笑 然後就開始 大家一起就是開玩笑 對他開玩笑 那這個氣氛就會被緩和下來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六個人 真的是滿缺一不可的一件事情 幻君溫柔的下結論 讓團魂又再度燃燒 想要近距離觀賞歐眾的打鬧日常 就要到演唱會現場 支持啦 完全娛樂總和報導 政治主題 you something li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